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大陆的清教徒们 他们首先盖造教会 侍奉上天 然后盖学校 培育未来世代 定着后 将种植所得的首批 收成奉献给上天 并献上感谢 这是感恩节的由来 为纪念这日子 尊母亲赐下 天地人尊父母 邀请感恩节特别无宴 出席者们回味 对上天献上感谢与荣耀的 感恩节一役 李基成天心院长 献上报告祈祷 盼望今日能继承 会寻找宗教自由 横渡大西洋 前往新大陆的清教徒们 的开拓精神 尊母亲鼓励一年来 辛劳的指导者们 嘱咐我们要在天面前 营造可以夸耀的环境圈 6000年后 창조주 하늘 부모님께서 참부모의 현연으로 인해서 지상에서 자녀들과 함께 지상 천국 생활을 하시는 데 있어서 80억 인류를 생각하게 될 때 축복 자녀들의 축복 가정들의 책임이 중요한데요 내년 후년은 더 크게 하늘 앞에 감사와 성령을 드릴 수 있는 환경권을 넓혀 나갔습니다 한 책임을 다했습니다 하는 자리에서 더 크게 하늘 앞에 감사와 성령을 드리는 추수감사절이 되기로 우리가 만들어 갑시다 오늘 차려진 음식을 먹고 더욱더 건강하고 행복하게 전진 또 전진하는 여러분 모두가 되기를 축원하면서 마칩니다 감사합니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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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宋龍天世界会长的 领唱下 呼喊着 願景2025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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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征決議 时间中 宋光寺 神韩国协会长 强调 要成为 实现天的盼望 之真实公職者 接着 神韩国 묵会者们 唱起决议之歌 在两场纸UPF世界驿站的领唱下 全体一起呼喊一万岁 天地人真父母邀请感恩节特别午宴 圆满落幕 在真正和矛盾中 混乱的此刻 真父母访问了齐悦南北统一 昌云市救国救世祈祷会 告诉我们必须要行走的道路 记者一文京现场报道 聚集了相信祈祷力量的六千名昌云市民 举行了2023生同意韩国一面洞 指导者南北统一祈愿昌云市救国救世祈祷会 通过赞扬意识整理身体 与天心赞扬团一起齐心赞扬 举行了河水仪式 凝聚南北统一志向的宗教团体领导人 接着天心院长李吉成 代表所有宗教团体献上告天文 执行委员长浦荣培 欢迎集满活动现场的师名 传达了大会致词 代表昌云地区的领导人 向南北统一和世界和平而努力的 专父母与家庭联会表示感谢 并致贺词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之后 UPF世界议长梁昌直和胜韩国 结会长宋光明 介绍了曾父母为成统一韩国的精诚 今天 台湾民部的最前面的新城市 昌文 一外参父母的一学者 总统一人 和我们的肯定 祝福福福祉的祈祷 共产党民 全方ί 中文字幕志愿者 通过影片传达了 庆盛南道知事蒲丸珠 庆盛南道议会议长金政府 庆盛南道教育间蒲中勋的祝贺信息 还传达了社会指导者们的贺电 接着有齐院南北统一的 庆南英雄们和孝勤圣歌队的孝勤赞扬 成统一韩国论讲师 特津卡卡吾鲁 和演员郑慧仙的孝勤演讲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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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刚山歌曲 主题影像上映后 时隔四年访问昌原市的 哲母亲入场 哲母亲通过主题演讲 指名南北统一的道路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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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名千名을 능가하는 지도력을 발휘하여 반드시 승리하는 여러분이 되기를 추건합니다 蔚来世代青年和六千名昌元市民 一起作为和谐统一的结尾 凝聚了统一的愿望 全体议会者 双手举着太阳旗和韩班岛旗 为旗苑南北统一而合唱了统一歌 在UPF清南会长的带领下 高喊一万岁 圆满结束了长远市救国救世祈祷会 昌元市救国救世祈祷会结束后 接着举行了祝聖会 周母亲入场后为这次活动辛苦的 昌元地区幕会者们献上了花束 周母亲切蛋糕 祝贺了当天的大胜利 元老会长清明吉 肯切地先生将带头实现 韩半岛和平统一的报告起到 昌元地区幕会者们 通过活动报告 分享感动和恩惠 结束了主声会 昌元地区幕会者们 由世界会长宋农天等世界本部支援 和全世界各大州天一国指导者 线上参加 会议按照省亚洲 省南美 省欧洲 省北美 省非洲的顺序进行 各国报告过去一个月里 线上的精神和时机 特别是 这个月还进行天心院分院的活动报告 以真母亲的旨意为真心 全世界都在天心院线上精神 确认其结果连接到传道 在各现场 幕会者和时口 合议线上报告和见证 成为热烈盈眶的会议场域 世界会长宋农天在听取 各报告后一一反馈 并向全世界国家指导者 传达了真母亲最近的动向和盼望 并且鼓励各世界现场到2023年为止 创造巨大的时机 向真母亲献上喜悦 UPF创始者 正母亲通过UPF世界议长梁昌直 向前普寨新任首相 侯马内和国会议长 坤索达里 传达了就任祝贺之意 与蕴含持续友谊的亲笔信 梁昌直议长和鸿马内首相的会面 在柬埔寨和平宫接见试进行 就加强国家和UNNGO层面的交流相互合作 和追求共生共荣共益的价值 交流与联合意见 梁昌直议长表示 在第七届议会选举中 确认到民主营运和透明性 相信民主主义的成长将使柬埔寨 政府和国会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 为国家发展乃至亚洲地区取得巨大成果 另外 前一天梁昌直议长 亚洲议长埃克达卡等 参观了展示 鸿森首相杀戮场历史 导致内战结束历史性记录的 双赢纪念博物馆 提议将敌对关系引向和平 结束内战的鸿森首相 双赢政策作为和平大使 为中东地区和韩半岛的矛盾 做出贡献 因此受到国民的极大关注 在国营电视台和报纸上 进行大量报导 世界和平道路财团举办 2023PRO年终论坛 当天的论坛 先举行第八任理事长 梁昌直就认识 先国土交通部长官 民主和平统一运营委员会 校委员长 前乌拉归大使等 150多名人士参加 前国土交通部长官 在这时钟鼓励说 我相信 为了将文先民韩赫子的 和平变景变成现实 梁昌直理事长 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当天作为论坛演讲者 出席的梁昌直理事长 在题为 《走向和平世界的旅程》 特讲中强调 为了地球村的永久和平 全国都要出面参与 试图将世界团结成 一个交通网的 文先民韩赫子总裁 两位的国际和平高速公路计划 为地球村矛盾的缩小体 韩半岛的矛盾 消除乃至统一 让我们一起努力 韩国宗教协议会 聚集多个宗教团体人士 举行为中东和平的祈祷会 聚集在 龙山青坡洞总部 五十多名宗教指导者们 理解这父母 为中东和平的设理 并一起祈祷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停止争吵 两场指议长 以中东和平之路为主题 见证真父母提出的解决方案 此次祈祷会 了解到宗教间的对话与和解 将成为世界和平的重要基石 纽西兰UPF 而家庭联合会举办 2023青年和家庭和平庆典 有350多人参加 此次活动中 进行非政府机构指导者 和多个宗教指导者们的演讲 演讲者们都强调 只有教育青年 纯洁伦理和道德的价值 才能成为强国基石的祝福家庭 通过赞扬和多文化演出 在庆典氛围中结束 尚比亚UPF 进行军募会者一日修炼会 有8名尚比亚军募会者参加 聆听UPF创立者 这母亲生涯路程 和平愿景 人格教育 IAPD介绍 同一舞蹈活动 和愿景讲座的 军募会者们 对UPF表示感谢 并承诺对UPF和平运动 给予支持与协助 韩国一元道 在中陆教会举行的礼拜中 进行天一国国企一元道公演 中陆教会以原田牧师为中心 从去年9月开始修炼 周末清创立的一元道 为盈利天一国100岁健康时代 正在宣传一元道 柬埔寨 从11月15日到19日 举行5天的 2023同一舞蹈审核修炼会 UPF议长梁昌直 通过祝贺词强调 是奉生活中 武术的重要性 听取孝心人格教育 和原理讲义 深刻领悟到 为改善社会 而组成健康幸福家庭的重要性 柬埔寨青年们与来自 美国、泰国、英国的青年们 一起进行为期5天的特别合作计划 参加者们在金边皇家大学进行传道活动 在国际大学进行品格教育 参观充满痛苦和考验的杀戮场 为灵难者真诚实习祈祷 通过此次活动 青年们感受到天父母和真父母的心情 以HJ天宙天宝修炼院 西非分院为中心 在贝南举行为期两天的 祖先节院和祝福式的 特别天宝修炼会 通过神非洲指导者的鼓励 赞眼意识 孝勤奉献事 恳切祈祷等 成为充满恩惠的时间 美国达拉斯沃斯堡家庭教会 进行第一届孝勤天地礼拜 度过了愉快的时光 以年轻时刻为中心 三对圈一起参加分成小组进行活动 在分享感谢的温馨氛围中 结束了充满爱的第一届孝勤天地礼拜 在美国 克利夫顿纽泽西家庭教会 聚集约50人 进行美国圣职者协议会ACLC聚会 ACLC共同议长 如王劳斯 向圣职者们邀请共同参与 自豪地升旗悬挂 圣职者们在家庭联会旗帜上签名 并决议成为神的幸福子女 在神韩国 三代圈家庭一起进行的 第二届孝勤天地 以神统一韩国为主题巨星 以天父母和真父母为中心 发表运含南北合一 祈愿统一世界的三首自创曲 话剧以统一用真爱为主题 并进行走向统一的问答活动 将焦点集中在 神统一韩国 度过继承真父母这心情的宝贵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